早安,Ladies and Gentlemen,我是姜凌駱 今天有一件大事要跟大家宣布 就是... 我家要裝修了! 不是大聲就等於大事 但是裝修就不能放牆牆了 糟糕了,牆牆啊! 真的糟糕了,剛才太激動 不小心把牆灰弄在床上 Oh no... 我家蓉蓉爛爛就不是第一天的事 大家都經常留言問我為什麼不裝修 現在如大家所願,我終於都裝修了 除了把我的房間和廳遊遊之外 還會換過我的房間和我的廳的傢俬 之前Home Tour都帶過大家參觀我家 現在隔了幾個月 再給大家看看我的房間和我廳的情況 好了,由門口開始說起 全部都是掛我的褲子 腳架就凍在這裡了 開門都開不了 開是開到的,不過腳架倒了 不要掩飾了 有兩支結他藏在房門後面 有兩個M在這裡 點一點就倒了 膠櫃裡面又很亂 嘩,膠櫃上面有一堆垃圾 嘩,為什麼有這麼多灰呢? 之後有一個爛了的布衣櫃 嘩,幾多衣服 床旁邊又有一個膠箱 然後這邊 真是碎櫃,又有一個衣櫃 這麼多衣服呢? 你猜不猜到這個櫃桶是什麼呢? 沒錯了,就是衣服了 然後這個位置又過癮了 這裡有一個櫃桶 這裡有一個膠箱 這裡有一個膠櫃 那我怎麼開這一格呢? 沒錯了,是差不多開不了的 如果我的房間大一點? 我一米八了 現在帶大家出廳看 好了,出來了一個廳 這個就是我的電視機櫃 紅酒又有,跌打酒又有 不小心喝錯怎麼辦呢? 七國禁亂 這裡有一個燙衣板 但是燙衣板上面就... 燙不到衣服的 因為沒有位置 有這裡,可以燙一條內褲仔 飯桌就... 不是用來吃飯的 這裡也有一個位置可以放到一個碗仔 碟頭飯就吃不到 這裡又是堆積如生的衣服 堆積如生 然後這裡有一個鞋櫃 有很多鞋子 三個人好像有幾百隻腳 不說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是蜈蚣 要穿很多鞋 這個櫃我真的不敢碰 走近一點要打一次 這裡有電腦桌 這裡有一堆垃圾 剛剛帶大家看完我的房間和廳的情況 接下來就要收拾東西了 很大工程啊 如果不穿褲子會怎樣 這張不錯 不過好像沒有人跟我睡 哪有人穿這雙鞋把那麼高的 拿不回來 怎麼辦 高人幫忙 原來可以這樣 早晨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們跟你們說早晨 就是因為 我家已經重新了 觀眾說亮眼睛應該都會看到 我家已經重新裝修好了 還要換過了家具 立即帶大家看一下 老老實實 大家認不認得我房間 我居然可以在我自己房間轉圈 你信不信 我就信了 因為我在轉圈給大家看 好運 這裡我放了一塊板 在我收了一些獎狀 很可惜 我暫時只有兩個獎狀 然後在這裡放了一些 人家寄給我的明信片 一些和好朋友拍的照片 然後旁邊有一個 黑色的 類似樹枝物體的架 我就掛了一些帽子 掛了一個Elmo 還是Elmo 多少個盒 每個盒都是分好類 是我平時經常用的物品 下面那層 我放了牙套 還有兩個相機袋 下面放了兩個AIM 這裡還有一個吉祥位 還沒想到放什麼 放一放就拖上去 其實都可以 這個是小活動的 我彈結他的時候 就拉出來 插線就可以彈結他 接著這個境路 我把兩支結他掛上牆 可能你會問我結他袋 放在哪裡 結他袋放在床底 接著這個Ocuridio 我把它放到最高 旁邊有放了一些 觀眾送給我的幾年前的生日卡 還有一幅畫 一千零一幅畫 多謝 這盒就是我房間的燈 挺有Feel 可以用來當焗油 這樣用 然後這一邊 有一個層架 我覺得這張圓椅不錯 可以在我房間這麼狹窄的環境 我都可以坐得舒舒服服 在這裡剪片 這裡有個小小的儲物組合 接著就放了我平時經常會用的東西 咦 那這裡上面有六個膠箱 那就是分類放了我不同的物品 這些是比較少用的 所以就放在上面 這裡黏了幾塊鏡在這裡 那我平時 遮頭啊 剃鬚啊 剪鼻毛啊 都會靠這一塊鏡 然後那個架旁邊有個衣櫃 就是裝了我之前的爛布櫃裡面的衣服 燈啊 然後這裡 不可以開 因為是裝底褲的 然後最後 還有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床 看看我裡面 收到什麼先 哦 收到兩隻公仔 那我裝修完之後呢 拍片就輕鬆很多了 我就想把腳架在桌上 就可以拍片了 不用像以前 每次都開支大腳架出來才拍到片 現在方便多少 我喜歡在桌上剪片就剪片 有空又拿個吉他下來彈一下 是完全有空位給我移動的 這裡 我多肥100磅 我都可以在這裡活動治癒 我房間就參觀完了 現在就帶大家出去參觀我的廳 那由大門開始講起了 一進屋呢 就有個鞋櫃 每個鞋櫃呢 都可以放兩至三對鞋 那由於我家的衣服問題實在太嚴峻了 那我在我的廳裡加了四格衣櫃 是加了五格衣櫃 我的衣服 我媽的衣服 上面放了一些抽真空的冬季才會用的皮 或者衣服 現在多了很多位置放東西 每格放多一張都可以 裝修完開始囂張了 家裡突然多了很多位置放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裡面那一格我裝了一些冬天衣服 下面又放了兩個行李箱 這裡呢 都是我的冬天衣服 這些是我平時會用的袋 然後這裡 是我平時會用的背包 一個袋可以塞進去 裡面 座底有八個背包 下面呢 就放了一些襪子 那在這盞這麼漂亮的燈底下 就是我們這張飯桌了 那之前在飯桌上面 撿到密密麻麻的東西去哪裡呢 所有東西都分了 放了一些白色膠袋裡面 這裡 登登 全部東西都入了膠箱 分類分得很好 哪個收拾的 我媽媽爸爸收拾的 厲害 記得哪有個布沙發 以後呢 就可以坐在那裡看電視了 然後這裡還有一盞燈 可以看電視之餘 也可以在那裡看書 一心二用 一句兩得 地上有張地毽 挺漂亮 然後這裡有個茶機仔 看電視口渴的時候 就喝杯水 喝杯水 喝吧 梳化上面 就有個吊櫃的 哦 原來是放了我媽媽的欄子 那這邊呢 都是放了我媽媽的欄子 可以隨便有個位置 給媽媽的欄子 還要分替不同顏色 大家有沒有試過家裡跑 我從來都沒試過 現在我要試一下 嘩 我從來不知道我自己家裡這麼大 我可以在家裡走著 不用避過任何東西來拍片 我剛剛把茶機搬到一邊 這裡是可以做sit up的 哎呀哎呀 但是我做不到 太廢了 不知道做不做掌聲壓呢 試一下 嘩 是夠位給我做掌聲壓的 那我以後不用去做健身了 對不起健身教練 我在家裡做健身就可以了 我會知道 我會把你來擦一下 等等 你把你做到 我會做了 我會贏了 你會自然鐵灰